財政司司長陳某波公布今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後民望大跌 預算案的評分近創11年升低 不少市民都批評預算案分堂不均 而多個政黨也都先後若見陳某波 要求財政預算案加碼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說 已經向陳某波提出4項加碼措施 包括放寬關外基金申領津貼的申請資格 提供電費補貼 為公屋住戶代繳租金 以及寬免大專身的學債 被問到如果陳某波最終沒有接納建議 民建聯會不會投反對票 陳克勤就說 不會因為建議不被接納 而否定整份財政預算案 不能夠因為財政接不接納我們某一兩點的方案 就去全面否定這個預算案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預算案整體來說 都是對於投資未來的經濟是有效的 但是只不過在中低收入人士的支援上面 是做得不夠的 而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就表明 民主派對預算案傾向不收貨 質疑關愛基金保留的做法 認為直接派錢更加能做到全民受惠 在我們民主派裏面基本的立場都是支持 或者是不反對政府是用所謂派錢 雨露軍殲的方法去令到社會裏面 所有需要特別是最有需要的群體 是得到支援 亦都不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令到一些人士 可能是覺得 甚至一些公司 是令到大家覺得 他們是特別在這個預算案裏面受惠 除了派錢 民主派又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增加常額教師名額 將撥款給海洋公園的3億 直接派給M無人士 以及增加前線老人院舍職員的待遇 Live TV記者譚麗媒報導